姚姚小姐 你是否愿意以妻子的名义 和乔丽先生共度一生 你是否愿意永远爱她 尊重她 始终如一 不离不弃 你愿意吗 她不愿意 行动 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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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 来得真好 曹总 胡总 不好意思 来晚了 没关系 来总比不来好 乔总 今天是你的大使之夜 你怎么能忘记 请一个非常重要的客人 所以我就把她带来了 各位朋友们 这位女士是王瑶女士 乔总的前妻 是 所谓一日夫妻 百日 乔总 您这么重要的女子 这么重要的家人 怎么可以不出城 乔丽 别来无恙了 你来了 是吗 当年我们离婚的时候 你说你不会再爱上任何人 也不会再结婚了 我还以为我这辈子 参加不上你的婚礼了 没想到 你这么快就改变主意了 想必 这姚小姐的魅力 非比寻常呢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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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一位重要的客人 好 请先就坐 等仪式结束以后 我亲自过去敬酒 我们继续 是 我的第二份礼物还没有送呢 乔总何必如此心急呢 前一段时间 我去了新加坡 盘下了一笔投资 所以我现在正式跟大家宣布 恒盛集团的资金 以及全部到尾 我们会继续开发古铜这块地皮 还会在新加坡 开发全新的数字公寓校团 乔总 真的非常感谢您选中送他 在我们恒盛最难熬的时候 帮我们渡过本关 所以我准备了一点小小的心意 当做对乔总的回报 这是一张银行的转账记录 之前乔总 带我们付给陈氏集团的赔款 我连本带预加百分之二十的利息 统统打到这个招会 早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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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感谢我恒盛所付出的 足有心血 我在这里 深表感谢 胡总 你这份贺礼可太贵重了 在当时我出手相救的时候 可没有想到要回报 乔总可能不需要回报 但是我可要跟你换取一样东西 这位美丽的新娘 可能就跟你无缘了 走 走 我完全不敢相信 我觉得就像演电影一样 我以前只在电影里面 看过逃婚 居然没想过这种事情 竟然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现在觉得 我就像罗马 假日里的澳大利贺本 没事 没事 可能是这两天太累了 休息一下就好了 走 走 走 快走 没事 我们赶跑了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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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